Jim 你願意用溫柔 耐心 來照顧你的妻子 愛她 安慰她 尊重她嗎 現在15年了 你仍然願意這樣做嗎 很不好說 那我們坐下來慢慢談吧 怎麼叫做不好說 難道你知道我每天回家 要忙三餐 要做家事 還要接送小孩 看小孩功課 可以小禎一點嗎 我沒有辦法小禎 我就是家裡很大 我們再溝通 每天做這些事情很累 你壓力大 我也很大好不好 你壓力大 你壓力大什麼 你跟年齊 你才跟年齊 我就是跟年齊怎樣 咬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簡春安 簡老師 很高興今天我們可以談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當你的另一半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到底應該怎麼辦 其實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另外一半突然間 老換點 突然間 情緒不穩定 講話比較衝一點 如果那是偶發的狀況 如果那是偶發的狀況 很少這種狀況的話 我是建議就不要緊張 年紀到了 難免有時候 心邊說 搞不掉 就 輸入一下就好了 不要理就好 但是如果這個現象 那個frequency 發生的頻率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就可能要稍微冷靜下來 去瞭解問題的根源 然後去思考解決的方法 這個配舞的情緒不穩定 經常產生的時候 而且你知道原因以後 那怎麼辦呢 第二個方法 只能想辦法對配舞好一點 對另外一半 不僅要多一點寬容度 必要的 這個和顏夜色 平常為他身體 不敢買給他吃的 偶爾要給他一點糖吃 對不對 第三個 更重要的 不要不理他 不講話 其實當他情緒不穩的時候 是一種calling 是一種呼求 誰來安慰我 誰來對我好一點 誰來跟我作伴 誰怎樣 是心裡有一種呼聲存在 你稍微安靜下來 他的呼喚是什麼 是生理的 還是心理的 還是純然 他需要有人在旁邊陪他 老夫老妻 最大的優點就是 相處久了 認識他應該多一點 所以我們的準確度 應該可以提高 而且一個方法沒有效果 另外方法馬上出來 來替補的速度 應該可以更快 我是覺得當另外一半 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是多愛他 愛就是一切問題的答案 當以前還沒退休的時候 我的學生結婚了 生了小孩了 孩子還很小 就抱著孩子到學校來 要給我看一看 來看看老師 想想看年輕的夫妻 有的小孩 孩子是不是平安長大 孩子將來的功課怎樣 還有你們夫妻之間的 總統的調適如何 工作狀況又如何 將來有一大堆的事情 會讓你很私利 繁瑣的 老夫老妻 經常都是大肆底定的了 五六四歲以上 你一生能賺多少錢 我看也差不多了 只能看你的小孩子 未來的表現 但你的孩子將來表現如何 其實也差不多了 有時候 世界上難免會放到一些問題 這個都經常難免的 面對配偶情緒的 有時候的不穩定的行為 我們最好的方法是 好好祷告而已 最簡單的 神你就憐憫 神你就保守 凡事感謝 凡事就謝恩 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也許突然間一兩天以後 就會煙消雲散的 那如果這個 沒有辦法做到的時候 或是事情 沒有那麼簡單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呢 一 可能是老夫老妻 他的性的能力突然間表現不好了 對男人而言 那個性能力表現不好 不是小事 那是大事 一些個案在老年的時候 還有所謂老牛吃嫩草的行為 其實主要是因為 老牛吃嫩草裡面 來找到失去的青春 在性方面對自己稍微許的這種肯定 那如果是這個性的問題的話 配偶在性方面 怎麼都跟他配合 在次數上 在方式上 怎麼去改善 這個就要稍微考慮 老人家情緒不穩定 可能是生理的疾病問題 尤其是慢性病的問題 想想看 當你的配偶 如果是糖尿的問題 當他開始吃藥的時候 當他是生理的 沒有辦法克服的 必然而然是這個現象的時候 那麼你對他的體貼 對他的講話的語氣 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不要刺痛他這方面的軟弱 有時候要鼓勵他 甚至主動的對他有一些 比較輕易的動作跟行為 對中年以上的夫妻而言 他最無可奈何的這個焦慮是什麼 我認為是他子女方面的成就問題 想想看 現在時機那麼的緊迫 年輕人不大敢結婚 前幾天我們看到報紙人們 登的這個生不如死 意思是說出生率越來越少 比那個死亡率還低 就是台灣的狀況 號稱在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 你詳加研究 原來年輕人他的待遇不高 他沒有本事結婚 或者有一個房子 能夠開始 就像我們以前年輕時候一樣 趕快春天買房子 小小王子慢慢再放著 稍微好一點的房子 我們當父母親的一定是很焦慮的 最後一個是跟自己本身有關係的 老夫老妻的另外一個事情是 經常我們都快要到退休的年齡了 像我已經退休七八年了 千萬不要跟我講 簡老師你看起來適應得很好 其實我花了多少心思 坦白講 當我們希望申請一個工作 希望做一點事情 但是發現輪不到你 人家根本沒有顯上你 你不要對自己說 別人會跟你這樣講說 這樣的時候沒有關係 還有下一次機會 我就看著他慢慢地笑 不要安慰我這句話 簡老師知道 下次永遠沒有機會了 因為你老了 以前在舞台中間 逐漸你在舞台旁邊 現在你只配在舞台下面 有時候以前你還有很多意見 教導人家怎麼做 現在坦白講你的意見 人家還不會聽的 你只配得在台下 拍手鼓掌就好了 拍手鼓掌就是我們這個年紀 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當萬一有一天你真的退休了 你的心裡坦白講 那個權力的失落感 是很嚴重的 以前我在大學校長 剛退休那一兩個月很難受 我去做公共技術 覺得很丟臉 因為以前出門是 小嬌坐在接著你的 是有人服侍你的 當校長雖然不是很大 但起碼服侍的人多 現在沒當校長以後 什麼都沒有了 以前可能會講說 做所謂的商務艙 現在越便宜越好 年紀大了 你逐漸要去處理 自己這種權力失落的問題 對自己的能力 看著年輕人 一個一個比你強 一個一個比你厲害 坦白講 我記得最好的方法 是拍手鼓掌 感謝上帝 讓年輕人一代強過一代 最後我的感覺是 情緒不穩定的時候 我一直在強調 就是我剛一進來講的話 感謝神 你用厚恩代我 雖然我改變不了很多事情 但我這一輩子七八十歲了 感謝神 你用厚恩代我 心情當然好多了 共鳴之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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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